歡迎來到傳舞那家行醫八卦 大家好,我是林教練 今天來講行醫拳 行醫拳入門有五種拳 有叫做五行拳 叫做批磚崩砲痕 有批拳、磚拳、崩拳、砲拳 今天我們先講批拳 行醫拳、五行拳裡面的批拳 批拳基本上的意思 批的意思就是 由上往下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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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斜著批 這個手掌 這個可以斜著批 這個可以斜著批 或是由上往下批都可以 這種 批拳 通常就是 這種運動 基本上來說 基本上來說的話 斜的 斜的 都叫做批拳 我們有三個基本概念 要批 批 批東西的批 批東西的批 然後 然後 拍 封 封 先講批 批就是由上往下批 你可以動這邊 手伸出去 這邊往這邊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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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拳、批拳、批拳 然後 拍 拍的意思就是 過來 拍 用 對 砰砰砰砰 這個叫拍 動這邊 那我們也可以動這邊 最長距離我們可以動到這邊 拍 拍 就是說 把東西拍掉 這個叫批拳 這個 把東西拍掉 放到他臉上 這個 下面也可以拍 拍 叫批拳 封 就是 伸到中線上面 我們有一個 中線點 把這邊 卡住 用這個 用這個 人字型 這個人字型 把它卡住 比如說他支拳 人字型 左 右 右 左 左 右 左 把它封住 卡在 中線上面把它封住 這邊 中線上面把它封住 因為他的 都是三角點 那我就三角點把它從這邊吃掉 這邊 由上面往下面吃 所以說他就不好做 他直線 直線的東西就不好做 因為我三角點會卡在這邊 然後又是百人字型 所以說 整個會在 他的攻擊範圍內 會被吃掉 所以這是基本 批拳的基本概念 不動為三挺 動為批拳 就是他基本的裝法就是34 但是我們不會站裝 我們都是動裝 我們是移動中的批拳 心弦裡面有一個重要的基本概念 是起鑽落翻手 起鑽 落 翻手 主要 起鑽落翻 其實是在講 這個手的這個螺旋 往左螺旋 或是 往右螺旋 是這樣子而已 那基本上以手勢問題來講的話 批拳一定要手掌嗎 其實不用 一定要手掌 或者是 你可以握拳 握拳其實都可以 這邊 這邊 批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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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掌還是可以 所以說我們可以螺旋這個手 我們可以 直直的 我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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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斜的方式 所以說基本上 交叉會涵蓋 前面 斜邊 因為到後面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反的 它是一個模式 它不是一個動作而已 一定要用手掌 一定要用手掌 一定要用手掌做 所以我們也可以握拳 我們可以做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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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也可以握拳 這個 批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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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掌 這個 批拳 所以基本上的話 它是一個模式 基本上大家還有一個疑問 就是 批拳威力的問題 但是基本上 不用去實證 因為 人的這個動作 批的這個動作 譬如說像 棒球的 棒球 投手 或是排球的 他們 在那個球上 球的基本 時速都是 一百多公里 歡迎來到我們的 沒用招式表單元 那今天呢 講批拳 批拳 屬金 像斧頭一樣 但是如果 對方是神木的話呢 你也砍不動 所以砍樹枝 還是可以 如果你看到有人 手指是這樣 這樣 往外撐的 不管是這個姿勢 這個姿勢 這個姿勢 手指往外撐的 就是批拳 謝謝收看本期視頻 那下一次我們會做 風拳的視頻 溫馨提醒 聽說 把我們影片 倒回去看 第二遍 會有驚喜 這就是 老前輩說的層次感 謝謝大家 我是林教練 有興趣的話 可以隨時關注 喔 那邊 請問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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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